大家好,我是小莉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清爽可口的凉拌金针菇 我准备了400克金针菇 我们先把根部切掉 然后撕开 放入盆中清洗一下 洗净以后烘干水分 准备半根胡萝卜 清洗干净去皮 擦成细丝 准备一根黄瓜 擦成细丝 再准备一些蒜末和香菜蛋 在锅中烧开水 加入少量的盐 把金针菇和胡萝卜丝放入锅中 焯水15秒钟 清蒸菇焯水的时间不易过长 这样口感才会更加的脆嫩 时间差不多了以后 过一下凉水 头凉 再酸干水分 清蒸菇含有蛋白质和丰富的氨基酸 对孩子的骨骼和质力翻育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建议我们多给孩子也吃一些 把我们准备好的黄瓜丝也放入大碗中 然后来调下味 加入两勺生抽 两勺米醋 一小勺白糖 少许的味精 盐适量 再加入两勺辣椒油 几滴花椒油 调料都放好了以后 加入蒜末和香菜炖 用筷子拌匀 就可以装盘上桌了 这道小凉菜的食材非常简单 清淡又爽口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食用 喜欢的朋友也赶紧坐起来吧 我是小丽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